台海关系升温 我国国军近期例行性的操演 也格外受到外界的关注 今天一早陆军部队连同空军 就在屏东宝丽山 持续进行围棋两周的常备综合演训 但是过程当中 一度传出了炮弹一次偏离目标区 弹着点落在指挥观测台旁边 不过对此军方则是澄清说 并没有射偏的通报 一切操演正常 眼镜蛇直升机帅气升空 瞄准目标区二龄机炮接连发射 弹着区立即洋起大片尘土 现场炮声隆隆相当震撼 那里在顶顶更小 在这儿 在这儿 在这儿就在这儿 重观场面让当地民众 也忍不住纷纷停下脚步观赏 只是这演练过程到一半 突然出现惊险插曲 炮彈疑似偏離目標區 落在指揮觀測台旁 驚人一瞬間 讓現場氣氛一度緊張 這個觀測台很精彩發 是失誤還是偏離目標 實際詢問軍方也表示 沒有射偏的問題 可能是陸上炮彈射擊 同時進行操演 煙霧飄散才會烏龍一場 我哥哥捐為期兩週年度 立行星常被綜合演訓正式展開 這回除了陸軍部隊 連同空軍也一同加入演練 而隨著台海關係升溫 我國國軍演訓備受關注 只是這小小意外 也實在讓人捏了一把冷汗 這個蘇社會評伴報導